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拜佛也可能会让你在拜佛当中而开悟 尤其很多老菩萨都会问我一个问题 师父 我不是字 然后呢 我很想学习佛法 怎么办呢 好好一心一意虔诚的拜佛 这样子你也会在拜佛当中 得到大乘的三昧而开智慧 因为所有的经书都是由你自心而显现的 第二个 口经济 要常常念佛经 而不要家家常常念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省一点力气吧 多念一点佛经 像观灯片讲 拉玛或是法师们昼夜诵经 第三个 意经济 就是要发愿与回向 我们不管你点灯 做任何的功德 你都在发愿与回向 就是意念经济 在这里注意听 不管讲六度波罗蜜 明天就是圆满日 我也很欢喜 因为很少人花这么多的时间 就是讲六度波罗蜜 六度大概两个小时就讲完了 可是我觉得 因为释迦摩尼佛的加持 然后龙树菩萨的加持 我们有机缘在这里学习菩提资良论 这是非常好的 在无量的法门里面 简单归纳为三个 像头 身体 跟脚 好 请你记下来 头是代表什么呢 皈依与发心 任何一个法门 不管你是诵地藏经 普门品 法华经 钥匙经 无量的法门 都该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要皈依与发心 皈依就是三皈依 才是正式的佛弟子 发心就是为自己 跟一切的众生都必须精进 这是像头 若没有皈依 没有发心 你再怎么精进 你都不算是正式的佛弟子 第二个身体是指什么呢 身体是指发大悲心 菩提心 行六度波罗蜜 跟修止观 有四个要素 我再讲一遍 发菩提心 大悲心 以及修六度波罗蜜 就是我们这次讲的主题 广义的话包含实地 最后要修止跟观 所以指跟观今天会讲 指观一般老菩萨都不太喜欢听 这样是不太对的 指跟观很重要 你今天来拜佛 你来诵经念佛 你为什么会有功德 因为你心中生起了虔诚心 跟清净心 你今天买香花灯果竹来烧香 来点灯 来供水果 那一刹那之间 你在云云的烦恼当中 你生起了一份虔诚的心 恭敬的心 这个是你的佛性 因为你有佛性 生起清净心 跟菩提心 佛菩萨才可能帮助你 平常佛菩萨不是不加持你 而是你的心太乱的 从早到晚呢 为了工作 家庭 事业 婚姻 孩子 所所碎碎的事情 你的心是散乱的 散乱的当中啊 你心中没办法产生力量 所以为什么要修止跟观 这是很重要的 不管你是修念佛三昧 或修大乘法门 最后让你的心啊 能够从早到晚 都以清净心的话 一定要修止跟观 所以今天后半段里面 会讲得深一点 听不懂 不要深烦恼 哎呀怎么讲得那么深啊 我都疼没 不要这样想 就是你不懂 所以你才要学习 而且待会会介绍 菩萨的精进是广大无边的 不但是三十二种精进 它是无量无边的精进 但是我们凡夫一下做不到 但是你学习正法呢 起码有在黑暗当中 指引你走向正法的灯塔 所以你要生欢喜心 所以要发菩提心 大悲心 修六度波罗蜜跟指观 这是身体 接下来要有手跟脚 手跟脚代表什么呢 发愿与回向 每天要发愿与回向 发愿与回向分两类 一个是你做一段功课的时候 最后就发愿与回向 比如说你今天早上做完你的早课 要上班之前就静下来 前程的发愿与回向 你在寺庙里送完经 发愿与回向 做完善事也发愿与回向 这是分段式的 还有一种是从早到晚 要晚上睡觉前 比如说你十一点睡觉 举个例子 你不要十一点睡觉前五分钟才发愿回向 应该是十一点前半个小时 把心静下来 想想我今天做了善事 我要欢喜 我做了恶事或恶念要忏悔 把你好的功德善行 回向也一切众生 最后念发愿回向文 这是一天的总回向 所以为什么在佛门里面打佛妻 最后一天叫做大回向 就是告诉你 要把所有佛妻的功德 或禅妻的功德 回向给一切的众生 事实上任何时间地点 都可以发愿回向 若你听过我多年前来过 大碑中心讲过的 华言经进行品 乃至你坐在MRT 看到众生 你都可以发愿 愿一切众生 不要忙忙碌碌碌 愿一切众生 身心精进 愿一切众生 所求如愿 吉祥圆满 愿一切众生 都成佛 随时随地 都可以发愿与为向 它并不局限一定在佛堂之内 这叫身精进 口精进 跟意精进 这点很重要 好 接下来我们看 今天的经文48页第14行 请看丁寺菩萨道的精进 菩萨有初发心的菩萨 像我们各位 假如你受了菩萨戒 叫做初发心菩萨的凡夫 第二个有 在初地欢喜地之前 还没有正初地欢喜地的菩萨 假如以华严精来讲 就是实性 实住 实行 实回向 这些的就是菩萨 第三类菩萨 就是正果的菩萨 初地欢喜地的菩萨 第四类的菩萨 是正了八地 不动地 不退转的菩萨 菩萨大概有分这四类 所以请看下面经文 菩萨道的精进 富有32种精进 你看看菩萨怎么精进 当然这个境界广大无边 你现在做不到 但是你起码有一个 努力的方向 请看 第一 菩萨为了不要断 佛法身三宝的种性 要精进 这个是指什么呢 在家出家都得努力 在家福地子 我们常常在法会里面供灯 师父点一盏灯 再点两盏灯 一点二 二点四 四点八 无量无边 每个人都拿盏灯 灯呢 然后发愿 为什么叫无尽灯 无尽灯就是 在家出家 要让这佛宝 三宝的佛法身 三宝的种子 而不要中断 这个在家出家都得发愿 你想想看 我的师父度我出家 二十五年前 他说不为我说法 对不对 我没有放下我的工作 我今天没有出家 我就不可能在这里讲经 所以我要感谢上报四重恩 可是你要想想看 我也常常在想 我这一生能够帮助众生多少 我学了二十年的古文 也出国留学 也懂了一些不同的语言 我常常在想 我能够我一生所学的 透过发菩提心 把它结合 而能够帮助众生 这个就是让佛法不要中断 我今年四十二岁 假如我有福报活到八十岁 到我现在 我也开始在思考 有一天我也会走啊 有一天我所学的一切佛法 也会带进棺材啊 那可能就很少人会看得懂 这个古汉文了 那怎么办呢 我要发心 为未来的众生做更多的事 这个叫不断三宝种精进 那在座各位 你不论菜家出家 举一个例子 假如你会照相 世间人照相就是做摄影 就是赚钱 做艺术展 但是你能够把摄影 跟佛法结合 透过摄影 发了菩提心 把佛法结合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照 很多很好的照片 去感动别人 而利益众生啊 比如说佛教 很多的宣传物 乃是网站 都要很多很好的照片啊 所以你也会看到 我也很用心的 在我的奖金里 会用了很多幻灯片 每一天我都希望 给大家发喜 每一天我也希望 给大家惊喜 所以我也拍了很多照片 从2002年 我回国讲入菩萨行 我已经拍了 大概七八万张的照片了 对不对 因为我觉得照片跟音乐 可以帮助人 现在理解佛法 为什么很多年轻人 都喜欢去看电影 可是他不喜欢来听经 因为听经太无聊了 而且听了呢 都听不懂 可是假如佛教 能够把法华经28品 还有把三财童子 五十三餐 做成多媒体动画 加上中阴对照画 那全世界流通 不是你可以为佛教 做很大很大很大的事吗 所以你要常常想 我们能做一桩事 利益千千万万的众生 这个叫做 不断三保肿精进 各位 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 你不要认为说 哎呀师父 我什么都不会 我什么不能学 你看像一个大会一样 他要动员很多很多的人 要动员很多很多的人 义工 排椅子 煮饭 摄饮 音响 招待 每一个人都发心 做一桩事情 他就会把一个 殊胜的佛法的法会呢 都得到圆满的功德 这个功德不是只有 我奖金的功德 你们呢 所有奉献的人 都有无量的功德 甚至我也发现 现代的人 他虽然今天没有来听经 或没有从头到尾都来听经 可是他并不代表他不想学习佛法 只是呢 他有很多的障碍或困难 可能爸爸妈妈生病了 今天要出差 飞到香港 飞到马来西亚 飞到澳洲 他也很想听闻佛法 所以现代人很有福报 利用科技 可以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所以佛教徒你要想想 我们不单单是嘴巴念念佛 念念经 我要想 我这一生能够为佛教 能够奉献什么 接下来第二个阶段 我也在想 你们的遇到找师父很难 我跟你讲 找学生也很难 找徒弟也很难 所以常会有很多人问我 说师父 我有没有意愿跟你出家 我说慢慢来吧 师徒要有缘 要相互了解 现在的徒弟想法 跟我们那个时代不一样 我们那个时代 师父怎么骂 怎么打 怎么磨 都不会跑 现在徒弟 你讲到一步高兴 他就绕跑了 现在呢 徒弟呢 你收了他 可能大概是我煮饭给他吃吧 对不对 我做他的师者 徒弟啊 拜托拜托 念一部普贤行任品吧 对不对 还要让那年轻人觉得 学佛不要boring 那我可能啊 还要买很多故事书 漫画书 多媒体动画 老师各位说 我在台湾 我是很大胆的 我甚至用电影来做我们的教学 我们禅观呢 禅观的课里面 四个星期 第四个星期啊 四个星期 每个礼拜是有禅观 第四个我们讲 临终关怀啊 对不对 我们有临终关怀主 也有助念主 甚至还教他们怎么写遗嘱啊 不然很多老菩萨 你一往生 还没断气呢 儿子女儿呢 为了财产 已经在打架了 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学习 那我也想 有一天 若我活到我老了八十岁 请问我学了一生的佛法 教给谁呢 这个我还在思考 不容易 你觉得找师父很难 我觉得我找徒弟更难啊 徒弟当然有在家的徒弟 出家的徒弟 有无量无边的 所以菩萨这个精进当中 要眷属圆满 很不容易 这后面还会讲 所以希望佛弟子常常想 我学佛不是只有我 第二个 要发愿度自己的家人 有些人没有错 家人是真的很难度 为什么呢 家人是你的冤亲在主啊 有冤嘛 也有亲嘛 爱得深 恨得也很深嘛 所以家人啊 来投胎的时候 业力都很复杂 有时候你很容易度你的朋友 你跟你的脸又很好谈话 可是又跟自己的儿子啊 就很难沟通了 希望你多求观世音菩萨 多求地藏王菩萨 这些大菩萨 他有大悲愿心的 一定会加持你 当你的家人 不管走到哪里 希望他遇到善友 不要遇到恶友 希望他学佛 成佛的机会 种子会慢慢慢慢慢慢的成熟 假如你连你的家人都不度的话 那你还谈什么 众生无边世愿度呢 可是度家人很不容易 要有智慧 要有耐性 还要有善巧方便 举一个例子 像我妈妈 我刚出家的时候 她是舍不得的 对不对 可是后来她知道呢 出家以后 自己的儿子是很孝顺 我有两个妹妹 一个弟子 我最孝顺 为什么呢 她说 早知道出家这么孝顺的话 弟弟妹妹通通都出家好了 我说不可以不可以 没跟你缘不透 然后呢 可是呢 她也会想念我 她想念我是世间天下的父母心 我在她的眼光里面 永远是她儿子 所以呢 我就送给她 我奖金的录音带 DVD 她想念我的时候 她就呢 打开来 听我讲普贤行愿品 不想我的时候 咔嚓 她就把她关掉了 但是我妈妈还不错 她很喜欢念观世音菩萨 她跟观世音菩萨的语言 非常非常的深 我也常常求观音跟地藏 加持我的母亲 加持我所有的眷属 加持我所有的朋友 以度者得度 未度者令众得度的因缘 那我有一天问她 你为什么喜欢观世音菩萨 她说我希望跟观世音菩萨 长得一样庄严跟漂亮 我那说你要很用功很用功 因为观世音菩萨是清静庄严 累劫修的 所以要度众生不容易 请看第二个 成熟无量众生精进 所以应该发愿度你的家人 度你的朋友 你可以把机缘介绍给她 听好 不要强迫人家 注意听 这一段很重要 其实每一天讲的都很重要 佛教徒跟其他宗教不一样 佛教徒并不是要去拉信徒 佛教徒也不可以是说强迫你 你信不信佛法 信佛法呢 你就成佛 不信你就堕地狱 没有这样说的 我们要把机会介绍给他 就好像你今天看到一本好书 你要把好书介绍给你朋友 今天呢 你去美食中心 你吃到一个很可口 很美味的点心 你就会想买回来 给你的爸爸妈妈尝一尝 同样的 你善根在座的脸友 都是很有善根 多善根 多福德 多姻缘的 可是呢 你的家人不一定呢 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法华经 他也不知道什么叫菩提之良论 他更不知道谁叫做龙树菩萨 这么多佛菩萨 可是呢 他呢 你应该把机会介绍给他 当他姻缘成熟的时候 他自然会接受佛法 比如说我遇到任何人 我都常常在想 无量的众生 他看到我 我应该跟他结个善缘 结一个清净的法缘 有些连友我送给他 DVD VCD 刚开始他可能不会看 可是有一天 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会想 诶 我还有一套DVD 或许我来看一看吧 他一看的时候 人在苦的时候 是有善根的 因为他有佛性 或许呢 他开始在听闻佛法以后 一口气啊 整套的DVD 他就听完了 他善根就成熟了 我有很多很多的人 是这样子的 听到我以前讲的 普贤十大院 听到我讲的 入菩萨行 一口气 全部都看完三遍 然后就email给我 他就开始念 普贤心愿品了 所以你要给众生的缘 但是听好 不是拉人家来做信徒 我们不是像其他宗教 拉多一点 就像老鼠会啊 金刚经讲 如来无一众生得度者 如来若有众生得度者 如来则有我人众生受者 释迦牟尼佛度众生 他看到缘成熟就是给你 对不对 他不会听命拉做信徒的 但是他给众生种一个善根 有些的善根会在他这一身成熟 有些会在下一尊成佛的时候成熟 所以每一个佛弟子应该发愿度你的家人 假如你不把佛法的机会告诉他 你真是太自私了 你听到最好的佛法 就像刚才举例 你吃到最好的点心 你却怎么 藏起来 我自己吃 你应该把机会介绍给他 但是不要强迫他 假如你家里面是多种种族真教的 哥哥基督徒 妹妹 天主教徒 弟弟是一贯道 你是佛教徒 那应该谈共同的地方 而不要动不动呢 就批评别人的宗教 任何宗教都有它存在的价值 但是你内心里 对佛法要有信心 请看第三 射受无量的流转精进 这里流转前面讲过就是生死 众生在无量的生死轮回里面 生了又死 死了又生 你要射受众生 从无量的生死轮回当中 找到出头的日 这个要精进 第四个 无量供养己事精进 对于供养三宝 奉世善之事 你要非常的欢喜 因为它让我们累积很多的福德之粮 第五个 积取无量的善根 什么叫善根呢 不贪 不撑 不吃 就是善根 善根有很多的定义 在这里简单的讲 不要有贪嗔痴 你能够控制你贪嗔痴的烦恼 把贪嗔痴转化为文思修 转化为戒定会 这就是无量的善根 所以你要每天训练调福自己的心 第六个 出身无量的精进 我昨天呢 已经给大家很大的震撼了 佛教徒应该好好的 身精进 口精进 意精进 只做早晚课而已 那是还不够的 要更用功 第七个 善说令众生欢喜精进 就每一个人讲经 讲经度众生 不一定局限于像在我这样子 坐在法座上为大家讲经 这是比较传统的 可是注意听 我能度的众生 可能跟你没有缘 你能度的公司行好的朋友 我不一定能度 因为他不认识我 所以在帮助众生的时候 注意听 不要强调都一定要讲佛教名词 你可以把你自己的体会啊 转成生命的经验 鼓励你的同事 关怀你的朋友 这个就是为众生说法 让众生欢喜 第八个 安隐一切众生精进 让一切众生看到你心很安 很欢喜 要为众生说法是很不容易的 我虽然是佛教徒 我告诉各位 我有很多不同宗教的朋友 举个例子 我在诗专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呢 有五个班 中校仁爱因 我是爱班 我有个阴班的同学 那因为我呢 他是阴班唯一的男生 事实上他是基督徒 他虔诚的基督徒 然后呢 我们在读书的呢 最后四年级跟五年级呢 是编在同一个宿舍 因为我们学校是住宿 很久很久以前 我们都要住学校 那他都会跟我们住在一起 可是呢 他也知道我是佛教徒 他是基督徒教徒 可是我们两个就不能谈宗教 一讲宗教呢 三天三夜呢 我们都会有争论 那时候我口才也不差 我也不会输给他 他讲三天三夜的上帝呢 我也不以为然 我讲佛教呢 他也不以为然 可是他很奇怪的 就是他跟我们住在一起 他很喜欢剃胡子 坐在我观世音符上的面前剃胡子 然后呢那个时候我们宿舍有时候会闹鬼 一闹鬼呢 全部人都躲到我们房间来了 我觉得很奇怪 他说因为你呢 房间有香 有佛菩萨 我说OK Welcome to everybody 然后我就问他 你为什么呢 每次剃胡子的时候 都要坐在我观世音符上这样念 他说我这样剃起来很舒服 很自在 我说好 那他起码观世音符上 他很喜欢观世音符上 因为在他心里觉得观世音符上 跟圣母玛利亚是一样的 我说OK It's up to you 你决定都可以 可是呢我若讲佛教名词 他就会跟我辩论 而且我们谁都不服谁 我们是好朋友 可是我们不能谈宗教 最后我就想 算了那我就不要跟他讲佛法 可是他常常会生烦恼 他心很好 但他脾气很不好 动不动就发脾气 发了脾气以后就叫我 今天可不可以陪我走一走 我说你又要去哪里走了 我会陪他去逛街 我会陪他去校园里散步 然后我就会鼓励他 用我知道的佛法 转变我生命的经验 讲给他听 他通通听进去 其实那通通都是佛法 只要我讲佛跟菩萨 什么六度波罗蜜的 就说那你不要跟我讲 这太复杂了 我不相信 对不对 我不相信 可是事实上我讲的都是佛法 比如说这样慈悲心 我不讲慈悲心 讲爱心 不讲自他交换 换过来讲同理心 他通通都听进去了 所以我毕业的时候他送我一本佛经 不我送他一本佛经 写Buddha bless you 他送我一本圣经 May God bless you 后来我出家做了法师 他在教堂里面做了牧师 我们两个是好朋友 对不对 他有点在打电话给我 我当爸爸了 我有小朋友 我说Congratulations 我们都是好朋友 他生日的时候 我会送礼物给他 所以佛菩萨 你要让众生欢喜 不一定要用很传统的 硬邦邦的佛教名词 去度众生 众生都有烦恼 你把你体会的 讲成故事鼓励他 这个就是让众生欢喜 所以很有趣 所以我们在学校里流行说 一个出了法师 一个出了牧师 很好啊 他每个礼拜六礼拜天 都在教会 而且他是学声乐的 他还在教育会里面 组成了音乐团体 唱圣歌班 是非常非常好的 后来他们家里 非常非常幸福 为什么呢 虽然他是基督教徒 可是他们家全家很善良 很懂得帮助别人 对不对 所以他还常常跟他说 我虽然是牧师 可是我一个最好的朋友 是法师 对啊 所以不一定要执着 这个形象 这一点大家要了解 第九个 随诸众生所做精进 众生所做对的 要给他鼓励 做错的要提醒他 尤其各位爸爸妈妈 特别注意 现在的青少年是很叛逆的 比我们以前更复杂 你不要难过 为什么他会成长的 你想一想看 以前我们的时候 不是也很叛逆吗 对不对 可是现代环境很复杂 你应该呢 陪着他一起成长 我也知道很多人呢 除了听佛法之外 最喜欢来问我 就是怎么教育孩子 的确 我觉得佛法要兴盛 要从教育孩子里做起 可是呢 众生所做的 听好 对的要给他鼓励 错的要提醒他 这个才是菩萨 你不能让他放纵的 让他去伤害众生 第十个 于诸众生中 行舍心静 行舍就要做布施 你要让众生欢喜 比如我看到小朋友的时候 我也想 我怎么给他欢喜 小朋友都喜欢吃巧克力 对不对 小朋友都希望 师父给他礼物 对不对 那大人呢 不青少年呢 他希望你嘛 你给他鼓励 他希望你跟他分享 甚至有一个青少年 他跟我说 师父我真的很欢喜 听你讲经 我可不可以唱一首歌 给你听 但是唱的是 I love you so much 我说好啊 你唱啊 没关系 我很高兴 对不对 然后呢 他是真心的嘛 他虽然是世俗的歌 来赞叹你 但是你不要把他想歪了 他是真的很欢喜 他用他所知道的 去感谢你嘛 对不对 老菩萨呢 也会有感谢 对不对 老菩萨呢 专门是什么 送东西 师父你要吃圆一点啊 肥一点 对不起 我的家族就是这么瘦瘦的 所以每一个人表达 关怀众生的方法不一样 你要常常想 我怎么让众生欢喜 你要想 什么时候 朋友对你的时候 你会很感动 你会很欢喜 一辈子不会忘记 这个叫做 自他交换 把自己跟别人呢 立场换一换 所以你要 于诸众生当中 行舍精进 十一 受诸戒学精进 当你听闻佛法 要受戒 五戒 十善 八观哉戒 菩萨戒 你要勇猛精进去学 而且实践 因为戒会让你产生 无量的功德 第十二 菩萨度众生的时候 不是每个人都听你的 遇到恶众生 或跟你对抗的众生 你要想 他也有佛性 就像我刚才举例的那个朋友 我基督教 天主教的朋友 我发愿我将来的时候 成佛的时候 我会来度他 现在我度不了他 因为他有他的想法 对不对 他是人天善法 很好 他起哪不会堕落三恶道 他们家真的很有福报 整家都非常的祥和 他们家从来都没有吵架的 不像我去很多连友家 我一进门口 儿子跟爸爸就开始在斗嘴了 对不对 太太跟先生就开始 吉里嘎啦了 对不对 你要知道 众生是很难度的 你要学会忍入 心要很调柔 这样去精进 十三 是讲要出生 禅纳三摩地 三摩波地 这个是指禅纳波罗蜜 后面会讲 第四四个 满足无拙智慧精进 把无拙画起来 就是我们智慧帮助别人家 无拙就是 无所求 譬如说你今天跟朋友相处 你帮助他 你不要求那时候 一定他也要什么回馈给你 这叫没有执着的智慧 第十五 成就四种犯行精进 犯是指 精进不染的 我特别指于这个什么 南摩护法 伪陀尊天菩萨 各位知道 伪陀尊天菩萨吗 对 他呢 一辈子发愿 在贤结千佛的时候 当护法 他生生世世都单身 而且亲近同子身 所以他发愿 护持贤结千佛 每一尊佛 当佛门的警察跟护法 他生生世世 广造无量的大藏经 造无量的宝塔 然后做无量的功德 护持正法 所以他最后一尊佛 叫南摩楼智佛 他叫做 犯行精进 十六个 出生五种神通 五种神通 在后面也会讲 五种神通 大家翻一下 第五十二页 第十五行 与六种神通 六种神通里面的 天眼 天耳 他心 宿命 自在通 最后一个的宿命通 他还没有 就是六种神通里面的 最后宿命通 他没有 其他的五种 叫做五种神通 这个在五十二页的时候 还会讲 好 接下来翻回来 第十七 以一切佛土功德 乘以佛土精进 听好 佛怎么度众生 有三个方法 第一 自己要发愿成佛 佛道无上是愿成 第二个 那我要度众生啊 所有的众生啊 要有环境 要有环境吧 就像我们佛堂 要有环境 好的环境 才能听经啊 假如没有开冷气的话 你就会觉得不舒服啊 假如外面很吵的话 也会干扰你 所以佛菩萨 他有三个愿望 第一个 要自己先成佛 也就是自己先得到 PhD 你有证悟了 才能度众神 第二个 我要创造一个好的环境 就是叫做净土 所以净土并不是 单单指西方极乐世界 各位 你将来成佛的时候 你也有你的佛国土 举一个例子 你假如有一个政府组屋 你现在搬新家 你第一个都会想 哎呀 我要怎么布置我的客厅 对不对 让自己住得很欢喜 我客人来的时候 我的好朋友来 都很欢喜 客厅跟家 就是你的净土 但是目前我们是凡夫 所以你的净土 就是这么小小的 但是你说愿力很大很大的话 像三千大千世界 跟无量无边的世界的话 那你的净土就广大无边 所以净土是每一个人都会成就的 第三个 你要帮助各种各式各类的众生 广度众生 我再讲一遍 第一个 成就无上佛道 第二个 庄严净土 第三 广度众生 这是任何一个佛菩萨都要做的 所以你就要想 有些众生很难教啊 你要什么办法呢 比如说 有些菩萨他就发愿 我成佛的时候 我所有的佛国土都是菩萨 第二个 有些人呢 说我发愿的时候呢 天上的天人呢 所有一切的三善道都可以到我的佛国土来学佛 三恶道的众生因为业力比较重 比较难 比如说鸡啊 狗猫啊 乃至地狱恶鬼畜生啊 他们苦很深啊 刀山剑树油锅啊 他们很苦很苦的 他们生不起善根 很难很难 所以那每一个佛都有不同的愿力 所以他有度不一样的众生 这叫做成就佛土精进 我再讲一遍 第一 找成佛道 二 庄严净土 第三 广度众生 所以每一尊佛都有不同的愿望 释迦牟尼佛有五百大愿 观音跟药师有十二大愿 阿弥陀佛有四十八大愿 那请问你发过几条愿呢 第十八 在成佛的过程当中 一定会遇到魔障 魔障就是指邪魔外道 那你能够调伏他 降伏他 比如释迦牟尼佛 在印度的时候 也有很多外道 故意要跟他辩论 挑战他 可是佛有界定会的功德力 能够调伏他 十九 如法降伏的外道论师 佛在世的时候 印度是多元宗教的 有婆罗门教 有回教 有席客教 有很多很多的宗教 佛陀也面对很多的外道呢 来跟他辩论 那佛的弟子里面呢 像加塞尊者 还有其他的圣弟子 有些他本来是五百外道的首领 他们是非常聪明的 修持也非常好 可是跟佛辩论的时候 他就变书了 变书以后 他就敬仰佛头的智慧跟功德 最后他跟他的弟子 五百个外道就一起皈依佛门了 所以从这里角度注意听 佛教徒也允许外道作为佛弟子 只要他要有正知正见 而不是有不清净的动机 二十佛有实力 似无所谓 十八不共法 种种他的佛的功地 佛的功德跟法的功德 实力跟似无所谓 请你去查佛学词典 现在网路呢 也有电子佛学词典 请你去查 看不懂你再来问我 你不要呢 什么都不懂就问 师父请问这是什么 先做功课再问我吗 对不对 我虽然是可以做一个佛字典 但是我觉得你自己去查 你体会会比较深 接下来佛二十一 庄严身口意精进 佛菩萨身口意都是很精进 很清净的 这值得我们学 二十二 得度诸所有做精进 他所有做的东西 都非常的有意义 他念念做的事情 都很有意义 都在帮助别人 这叫得度诸所有做精进 一般凡夫啊 有些人从早到晚啊 很忙很忙 有些人忙得有意义 有些人忙得没有意义 这叫做得度诸所做精进 二十三 害诸烦恼精进 听好 害诸烦恼是说 你的烦恼啊 你能够调伏 烦恼你若不调伏的话 它会伤害自己 也会伤害别人 二十四 这是伟大 释迦摩尼佛很多大菩萨 可以做得到的 没有度的人呢 让他得度的因缘 就众得度的因缘 事实上 我们在座所有的莲友 包含着我们 我 我们都是在释迦摩尼佛 在世的时候 被佛得度过 讲真话 我们在佛陀在世的时候 我们都见过佛陀 可能那时候 我们是一只小蝴蝶 可能是一只小松鼠 或是你可能是在家居士 你也可能出家过 那佛呢 释迦摩尼佛 你绝对见过 你只是忘记了 因为在无有穷尽轮回里面 佛每次讲大法会 像华严经 法华经 大的经典的时候 佛都会放光 大地六变震动 所以我们都被佛 射受过 这叫做 未得度的人 他中了得度的因缘 释迦摩尼佛曾经说 凡是听到我 释迦摩尼佛的名号 我都会加持他 在未来 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以后 他一定会龙华三会 遇到弥勒菩萨 所以这叫做 没有得度的人呢 佛有慈悲心 让你中得度的因缘 接下来 二十五 没有得解脱的人 让他从烦恼当中 得到解脱 这里的脱 是指从烦恼中 得到解脱 二十六 未苏习的令苏习 苏习是指平息 他的贪嗔之 有些人他的贪嗔之 是非常重的 他每天都生活在 痛苦跟烦恼当中 那佛呢 跟大菩萨 都会让他平息 心中的烦恼 二十七 未没有得到 涅槃的人呢 他引导他 阵入涅槃 这里的涅槃 有两种 一个小成的 有余涅槃 第二个 大成的 无余涅槃 余是圣余的意思 代表烦恼 小成的 这个有余涅槃 是指正生果 生文或圆绝成 像一果 二果 三果 四果 大成呢 无余涅槃 是正菩萨的实地 甚至是正无上的佛果 二十八 佛呢 都是多生多劫的 叫百佛 百劫 修相好 千佛修庄严 你看所有佛菩萨 相貌都很庄严 你看看观世音菩萨 慈悲 很圆满的相貌 对不对 这个耳朵很长啊 对不对 相貌很庄严啊 它都是每一个相啊 都要修百节的功德 才会有的 曾经有小朋友问我说 师父 佛菩萨 为什么耳朵那么长呢 它是不是这样 拉一拉就变长的呢 不是 它是修功德而来 真正佛菩萨的耳朵 是可以到肩膀的 还有佛的手啊 都是超过膝盖的 表示他生生世世不偷盗 巧悠你看过 有些人他的身体啊 很长 手是短短的 我跟你说 他过去是 生生世世都偷盗 但是不要跟他说 不然他会不高兴 但事实上是这样 有些人的手真的很短啊 对不对 所以佛的相貌啊 都是呢 无量节呢 百节修相好 千佛修庄严 积了无量的福德 智慧的功德 智慧的资粮 福德的资粮 而精进成就的 二十九 佛生生世世跟大菩萨 都摄受一切的众生 来精进的学习佛法 第三十 佛他有神通 大菩萨呢 由十方 无量无边的佛国土 他是非常自在的 就像新加坡 全世界呢 大概很多的国家 都跟新加坡呢 新加坡 都有呢 contract的 或有航线 表示说 你要到哪一个国家 都可以去 甚至你到另外一个国家 也很方便的转机 同样的 佛菩萨 他有功德力 尤其是有禅定 跟般若波罗蜜的功德力 所以他到哪一个佛国土啊 都很自在 这叫做 由无量无边的佛国土精进 三十一 他可以见到 无量的诸佛 我们凡夫啊 要见一尊佛 是很难的 可是佛呢 大菩萨呢 他要见 无量的诸佛 就是很容易 三十二 此诸精进 以上所有讲的 三十 一到三十二 这样的菩萨 无量的精进 从哪里出来呢 从大悲心产生 请把大悲心花起来 所以广大无量的慈悲 是你第一个学佛的重点 所以 不管你学什么教派 修什么法门 其实没有一个人呢 不学佛教的慈悲的 而且是广大的慈悲 而且要离开 身口意的执着 我们身精进 口精进 意精进 但是不要去炫耀 有些联友 他非常精进 但他精进的动力 来自哪里呢 跟别人比较 听好 比较并不太好 会有好胜心 人家做功德呢 兼一百块新币 我要兼两百 为什么 大功得主吗 这样是好胜心 不好 人家一天念 三部无量寿经 我为了拼业绩 我要念 五部无量寿经 免得别人发红利给你的 对不对 所以离身口意执着 是说你身精进 口精进 意精进 但是不要好胜心 不要有娇慢心 反过来要有谦卑心 柔和心 这叫离身口意精进 为什么呢 下面讲 心要住在空性上 住不娶不舍 也不要太高 也不要太下 也要射受在不生 不灭 不够不尽的 般若菠罗蜜当中 好 这三十二段的 菩萨道的精进 事实上可以讲 一个礼拜的 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先在文字上 这样简单的介绍 将来有因缘 大家可以多读一些 大乘菩萨的经论 乃是像大制度论 瑜伽师弟论 大波耳经里面通通都有 接下来再看 第四十九页 如是等三十二法 具足以精进波耳波罗蜜 当得清净满足 其中又有圣诵 请看科判丁武 重颂精进波罗蜜的重要 我分为四段 请看 物一 精进为万恨的根本 过去现在未来诸佛 为什么能成佛 昼夜精进波罗蜜 请看物一 毕竟 毕童不失 持戒 忍入精进等等的波罗蜜 精进之力所成就 事故精进为所有修行的根本 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菩萨等 能够成就究竟圆满的佛生 都是以精进的缘故 举一个例子 释迦莫尼佛以前跟弥勒菩萨是做师兄弟 他同样在定光古陀底下学佛法 释迦莫尼佛他很精进 弥勒菩萨是师兄弟 可是弥勒菩萨因为他相貌长得很好 很讨人缘 又是肥肥的 所以每一次在打坐的时候 他就说师兄你用功啊 我出去溜达溜达上个厕所就回来 结果一溜他就溜出去了 他溜出去玩 溜出去玩呢做什么呢 专门呢就是去见功德主啊 去街上走一走啊 他也有善根 他专门去发金本 来你要念普贤行愿品啊 你要念法华金啊 他都叫别人念 念了不要忘了回像给我啊 所以他也蛮有福报的 为什么 他介绍佛法 第二个广度众生 他相貌很好 所以他福德无边 可是他的师兄啊 释迦莫尼佛 生生世世啊 忍入精进 他呢 昼夜都精进 有一天呢 他的老师定光古佛 七天没有奖金 在山洞里面打坐 这时候呢 师兄啊 这个释迦莫尼佛很精进 他就想 老师怎么最近呢 都在入定 我很想念他 天天听他奖金说法 可是今天呢 最近呢 他七天没有说法 我真的很想念我的老师 然后他的师弟啊 就迷了菩萨 想太好了 师父不奖金 我又可以绕跑了 他又跑出去七天玩了 结果这时候 释迦莫尼佛 因为太想念老师 就到山洞里 他呢 就拿着花 来要感谢老师 结果他一看到他的老师 哎呀 不得了 他入定了 就甚深的禅定 然后相貌呢 非常的庄严 整身都放光啊 放金色的光芒 这时候释迦莫尼佛 看到了呢 看到老师 不由自主的拿着花 然后顶礼 顶礼呢 站了以后 他就合掌 结果他呢 太想念了 就变金鸡独立 一只脚这样站着 像鸡 你看过咕吗 早上的公鸡 咕咕咕咕 有没有 没有看过的 海银谷是有公鸡 对 这个传语法师很慈悲 这边什么动物都有 狗也有 鸟也有 快变动物园了 对 他很慈悲 因为没有空地 见放生词嘛 OK 那他就经济独立呢 他就呢 一心一意呢 看着老师 这叫观佛三昧 他七天七夜 没有睡觉 就站在那里 但我们凡不一般想 哎呀 站一个小时就累 可是真正有大称呢 观佛三昧的功德力 他七天地夜都站在那边 他看到他老师 定光古佛 他唱了一首记子 天上天下无如佛 十方世界亦无比 世间所有我境见 一切无有如佛者 我想这首记颂 大家都很熟 我就不用介绍了 对不对 他就用这个记颂 来赞叹他的老师 因为他七天七夜 将经济独立合掌 来赞叹老师的功德 一念顿钞啊 一个阿森奇节 所以他的功德 就比他的师兄 跑出去逛啊逛啊 早一点成佛 所以事实上 以福报来说 弥勒菩萨是比较大 但是释迦摩尼佛 他深深是呢 忍入身上 五百世忍入先人嘛 他勇猛精进 所以他的心念力 功德力啊 比他的师兄 比他的师弟快 所以他成为 行结第四尊佛 所以可见 精进波罗蜜 是很重要的 一个人精进 跟不容易精进呢 他的功德是不一样的 有人说 哎呀师父 那精进不是很辛苦吗 身体虽然辛苦 但心中是充满了法喜 因为有法喜 所以叫做法喜 充满 他会推动你 身身事事都精进 接下来再看 物二 精进超过于善巧方便 请看祭诵六十四诵 精进方便求菩提 我念精进甚方便 以其舍离精进矣 方便不能做顿号所作 他说我们刚讲度众生 要有善巧方便 精进跟方便两个来比的话呢 精进比较重要 因为精进是你 身精进 口精进 意精进 戒定会的功德 是靠你修来的 比如说我在这篇讲经 你听得很欢喜 这是三宝加持 你可以得到法喜 但是我得到的智慧啊 是不可能给你的 你不能不能说 哎呀师父 我可以念念咒 把你的所有的智慧吸过来 举个例子 我去中国大陆 四大名山的时候 我看到很多佛教徒朝圣 但是一贯道道教呢 也去朝圣 像他在呢 这个五台山啊 就在文殊菩萨的立像 那一贯道教坐在那边就这样 他们叫发功 对吧 吸文殊菩萨的智慧 吸文殊菩萨的磁场跟能量 哎呀 我看来我觉得很愚痴 假如真的这样吸 我告诉你 可以成就啊 文殊菩萨干脆呢 每一个人千百亿化身 你头领上一个文殊菩萨 那像 像什么 蚊子 你知道蚊子是这样 钉你的血 吸过来 然后再过去 吐出去血 那不是这样就更快了吗 其实那些人很可怜 他不知道 戒定会是要靠自己修的 佛菩萨是不可能给你的 佛菩萨可以给你福报 举个例子 我假如现在有蛋糕 我可以呢 请人家 发下去给大家 每一个都尝一尝 但我的智慧跟戒定会 你是得不到的 但是我可以教你方法 你也用功努力 你也会得到戒定会 就像老师教学生 他一样教所有的学生 有些学生很精进 考试一百分 有些很混 就考零分 那你不能说老师不认真 所以同样的 佛菩萨教所有的众生 也是平等的 所以精进要靠自己 所以他说 我念精进是比善巧方便 还要殊胜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舍离了精进 所有度众生的善巧方便 是不能成功的 因为你没有智慧 没有耐性 没有方法 六十五 若唯独有一个方便 则无侧情做事业 所作皆是精进做 事故精进甚方便 他说方便是指善巧方便 比如说你帮助别人 对不对 有时候你跟朋友 很有缘 请他去喝个凉茶 吃一点点心 再来帮助他 对不对 他很欢喜 你很有耐性 很有慈悲心 这叫善巧方便 可是在这善巧方便 谈完以后 你真正要解决他的困难 还是要叫他精进 精进什么 身精进 口精进 意精进 转变自己的业力 所以真正的会产生力量 所作皆是精进作 都是精进的功德力 所以精进是比善巧方便更殊胜的 再看物三 度众生也要善巧方便 不管在家出家 我们刚才说过 我们帮助众生要有善巧方便 这善巧方便从哪里来呢 也是从你精进的功德而产生的 请看六十六送 心有巧利为方便 此心从于精进身 事故诸有所作事 皆以精进为根本 他说 什么叫做方便 就是心非常的精巧 举个例子 看这里 前面我讲经的这个两盏灯 这就非常的巧 为什么你看 他很漂亮 对不对 然后他很庄严 你有没有注意 助持法师跟大会义工 很用心啊 他理完佛以后 两个才开始点灯 对不对 你看他不会破坏他的造型 他又很典雅 这是什么 很善巧 有些人的手是很善巧 因为他很用心 有人很粗心 管他的 我两个最粗 最大支 最大支的蜡烛 插在那里就好了 你又不是拜 大白公啊 对不对 你是琴法 法是非常的殊胜的 所以你用心跟不用心 可以看得出来 对不对 所以心啊 多用心一点 他就有善巧方便 那你的心从哪里呢 从你精进而生 上次讲 精是纯一不杂 你的心很精进的话 你的心就比别人细心 细心也是成定 波罗蜜的一种功德 所以事故做所有的事情啊 在世间你要有成功 做好的事业也要精进 在佛门 何况你要成就 无上的佛道 广度无量的众生 绝对呢 不是三天赛网 一天打鱼 早上念一遍心经 晚上念一遍心经就够了 太少了 要加油啊 各位 所以精进很重要 接下来再看 他举世间 六十七 所有的论师 以及各种功巧 比如说有些人做手艺 缝衣服 做打中国节 或做出家的身符 或在家居室的居室服 他的手都要很巧 要去学习的 所以具足精进的话 凡事都可以达到成功的彼岸 所以在世出世间 诸所有的做事情当中 精进是最为成功的原动力 接下来再看六十八 所有自在及财物 精进之人则能得 事故诸有安乐事 皆以精进为得因 所有的自在 身心自在 还有有你的财物 都是呢 努力的人 用功的人 用心精进的人 他都可以得得到 事故诸所有的安乐事 都要以精进为 成功的原因 在这里我多说几句 注意听 现在我知道新加坡 经济也很不景气 台湾也是 全世界都不景气 我们叫做M社会 注意看 M M两个极端 有钱的人非常有钱 穷的人真的很穷 可是中间的人呢 大概都什么 都掉下来便没有钱 为什么 注意听 大环境的关系 现代的人 以科学跟经济学来说 现代人类的智慧 跟财产 跟福报 跟金 就是说财产 福报跟资金 是比古人还越来越多的 全世界都在进步 全世界都在建设 事实上资金跟福报 是比以前多 我们现在住的环境 也比以前舒适 以前古人也没有MRT 以前小桥流水 还要叫仆人去划船 现在呢 坐一个taxi 你就到了 所以可见 现代人的物质生活方便 可是啊 现在物质生活方便的同时 同样竞争力也很大 各位请看讲义 每一页 49页 下面写 三月经社三种态度 要不断的学习 关怀跟奉献 learning care and contribution 要不断的学习 我觉得现在不是没有工作 告诉各位 工作很多 可是很多人都不够格 因为这样 not qualified not呢 qualified not professional 举个例子 新加坡也是这样 引用了很多的外籍劳工 我们台湾也是如此 我们有来的印度的 有菲律宾的 也有泰国的 我们也很多外籍劳工 新加坡人举个例子 叫你去扫厕所 嗯 好脏哦 我不要做 可是他们要做啊 所以有很多工作都被人家抢光了 你说在hotel里面我们开门 你的微笑又没有人家漂亮啊 长得这么丑这样 像什么 黑白无常 站在门口 那人家怎么主管会要你呢 可是别的国家来 他非常的有礼貌 保持微笑啊 所以你会发觉 很多工作都被抢光了 为什么 因为你不愿意学习 举一个例子好了 像电脑一直在进步 像呢 大会 谢谢大会 有单枪投影机 你知道吗 我生下来我也不会照相的呀 师傅出家 我没有学过照相 我虽然当过小学老师 那时候什么都教 我还教音乐 我还教美劳 但现在都忘光了 对不对 像我那时候我还教了吗 为了要教了 我还要弹钢琴 嗡嗡嗡嗡嗡嗡嗡 大家一起一起做工 对啊 我只会弹一些小朋友歌 你要教我怎么弹蓝色多脑盒 我不会 那要练习 可是因为我的工作 所以我必须学习 不断不断的学习 那